大家好,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我們現在說了一百無溪 無溪的東西 為何無溪? 無溪的意思是說話無根據 現在林鄭月娥說話無根據 她有一句名言 叫做《官道無求膽自大》 其實很簡單 《官道無恥,鼻自大》也可以 鼻大,大不過鼻 為何她這樣說呢?其實好笑 林鄭月娥,她真的膽就夠大 我不知誰跟她作《官道無求膽自大》 她自己爆肚 很嘔吐,而且是非常之沒有意義的 還有那句說話出了街 有沒有人想過,究竟怎樣想去呢? 其實她說,為何會這樣說呢? 她就說,有人將原水事件政治化 其實等於說抽水政治化 她看到了這件事,舉了一些例子 我們說,在立法會裏面的凡民主派議員 曾經兩次要求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查 都否決了 她的意思是否說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查是政治化呢? 不知道 實際上一定是政治化 因為立法會是一個政治的場所來的 難道是甚麼大社會? 還是俱樂部 是俱樂部 一喝杯茶吃個包 吃個包 做個嗨茶 第一,她不通 好了,她就舉了一個例子 在地區那裡,很多人是故意挑起事 舉了一個例子,她曾經有兩個同事 她當然不是民宅官員,是公務員 她曾經有兩次被居民喝完水 她就覺得她已經下令了 叫公務員不用喝了,不要接受這些 莫哥,是否有意思是用原水淋他們呢? 淋是另一個問題 其實她膽大,但心不夠小 其實這招是慣用的 大家知不知道誰叫吃雞珍 現在很厲害 是Who的頭 WHO 世界衛生組織 當年她叫吃雞珍 對著鏡頭,對著鏡頭吃雞 當然是show 這個show,為何要這樣呢? 為何show都要做呢? 我相信陳馮虎珍 可能一對完乳鏡頭之後馬上狼口 笑毒 我不知道 對著這個show,為何要做呢? 就是因為她是要以身作則 新鮮事出 你們怕吃雞我吃 沒有東西的 可能是show 其實是show 主動做 還有,曾蔭權有試過的 因為那時候好像說 我們的海產 還是那些魚受污染 是不是? 她就大排延植 就是李怨門 還有那些高官 還有張宇人那些飲食界 持有黨去吃海鮮 喂 她忘記了 是她們一向 人家沒有監獄去做 她都做的 是嗎? 如果你以前是 都覺得這件事 是可以做的 雖然間就是show 那為何今天不行呢? 是否你覺得 今天元水這件事 真是太輕鬆了 不需要這樣做呢? 不過摩哥 其實你這樣說 亦都反映到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一個政府 要透過做show 來去平息民憤 其實已經很失敗 因為她根本沒有勇氣 沒有能力 或者沒有決心去對政下約 根本覺得元水問題 解決不了了 那麼蠢利 你不幸 但現在就說 連show也免得做 連氣也免得做 你不要喝 其實她是有一個政治的圖謀 她膽大 心不夠小 忘記了 或者故意刪除了 即是忘記了 其實她的暗指 就是說 有些好像脅迫式的行為 即是說 我們去到區 那些居民很生氣 有人去拆動居民 他們喝水 侮辱你 令到你的威信素地打擊政府 阿哥 很簡單 那你自然的聯想就是什麼呢 自然的聯想就好像文革 或者是 好像愛港力那樣 是吧 愛港力 罵人 指著人罵人 那些居民可能激動 但跟文革的分別是什麼呢 文革是一個政治的陰謀 她現在就是想答應有人有政治陰謀 文革是利用群眾的 對政府的仇恨 這樣就用這個脅迫 用武力 屈辱那些官員 逼她認錯 認了之後威信素地打倒她 然後再說她是反革命地判監 喂 當年這件事做是有組織有部署的 這個 這個毛澤東自己在 共產黨裏面是少數的時候 她要翻盤 她就周圍點火 是吧 喂 當年有個中央文革小組 是吧 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由中共中央成立一個文革小組 來奪回中共的權 我想問你現在是不是想影射 這個香港的泛民主派 或者要求徹底嫌疑水 要求你徹查 要求你問責那些人 是等於中央文革小組 有沒有這麼離譜 什麼譬如來的 第一 就算是想做也沒有用 因為中央文革小組是可以出動公安 軍隊 總不知道是一種 暴力的機關 是做後盾的 亦都有捷捕權的 是不是 可以困一個人的 可以拿去駐牛排 你如果又沒有 香港沒有 所以說這個 林鄭月娥 如果她不是無知就是無恥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不懂這段歷史 你就不要用來類比 其實是類比過很多次 那時候 這個 八九天安門事件 又是有很多人說這個是動亂 因為共產黨叫文革 叫十年動亂 所以說動亂 人家就會聯想到文革 所以她不會說你反革命 不會說你顛覆的 動亂很可怕 現在林鄭月娥又是用回這條 這個計 老計 老計 就是有些人別有用心 利用某些人 在這個 雨傘運動也是這樣的 有些人接受了外國勢力的指使 在香港刷動這個顛覆 香港特區政府 從而顛覆大民共的政府 顏色革命 什麼的確認 就是這樣 又說鼓動一些學生 就是想整射一些學生 就是熊衛兵 怎麼比呢 熊衛兵是抓住人在那裡打 是啊 拿到棍去打 現在香港的學生是被別人打 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熊衛兵 是這個毛澤東 給權 或是給一個信息 給他這樣做 支持他 就是由政府的一部分去做 反而 如果這樣像 愛港力就像 是共產黨策動的 愛港力就像真是熊衛兵 像二位團 對 這個說法非常恐怖 第二 就是 你看回 特區政府 對七警的處理也是 是吧 警察打人 為什麼有人去支持警察打人 是吧 而這個 特區政府又不會發聲明 就是我們絕對不會容忍警察打人 那你在這個雨傘運動的時候 有些衝突 我們絕對不會容忍有人用這個 嘗試用這個武力衝擊警方防線 他會說 那現在到底這個律政司或者 林鄭月娥有沒有對這件事表態呢 是吧 那他還說 這個 官到無求膽自大 不好意思 就是舉個例子 在這麼多個局長裏面 就是這麼多個民宅局長裏面 只有一個局長 只有一個局長 又是公務員身份 又是局長的身份 這個就叫鄧國衛 就是公務員事務局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局長 突然間被梁振英去炒友 這樣屈辱他 說他家裏有事 你梁振娥有沒有出來 你官到無求是否膽自大 敢不敢背 你現在經常說 你們不要 我們公務員有尊嚴 我們公務員不可以被人屈辱 公務員不可以被人屈辱 公務員不可以被人屈辱 除了梁振英可以屈辱他 梁振英超然 特首超然 是呀 怎樣屈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這樣說 為什麼你不出來說公道說話 鄧國衛應該說 哎呀其實這件事 我圍觀四十年都是非彼尋常 鄧先生都事辭沒有跟我說 我家人有事 是嗎 說得的 因為曾玉成都撐了 撐了曾得誠 從來沒有想過退休 他就是兄弟情深 你欺負我弟弟 我大哥出來頂住 是 這個 輕到無求 心自勇 人家 死就死吧 你搞我弟弟 我弟弟就沒有說過退休 我弟弟又想出來說 一唱一和 兄弟兄弟 但起碼這方面 曾玉成就好過林鄭月娥 聽到鄧國衛被冤屈 說家裏有事 鄧國衛都說沒有 鄧國衛自己也很生氣 但林鄭月娥說 也不會 那你是否官道無求膽自大 但是 有一個 現在鄧國衛好像被人囂首示眾 拿出來斬 誰不服 誰做得不好斬 所以那句說話應該加到後面 林鄭月娥說 官道無求膽自大 見到鄭英就跪下了 一會你學得多 一會你學得多 一會認幾句 你現在林鄭月娥說什麼 既然你真是這麼仗義執言 就是一個 在公務員事務局 即是說 唯一一個問責局長 可以回去做公務員 即是說他的身份 仍然是公務員 又是問責局長 而實際上 都是處理 這個 這個 長官和公務員 即是政府和公務員之間 那些 來往矛盾 協調等 被人說 家裏有事 你問鄧國娥家裏有什麼事 你敢不敢這樣說 曾蔭權 你又說 我會為他祈禱 大家不要忘記他做過的事 那你有沒有跟鄧國娥說 我最近和他喝過茶 我都完全沒有察覺說他家裏有事 他都沒有跟我說家裏有事 這個已經拆穿了梁振英的謊言 梁振英自己宣佈 第一 你不用和梁振英吵架 你沒有聽到 那你有沒有膽量 沒有 是不是 你沒有 那說什麼 說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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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這件事之外 扶貧 他是政務司司長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他做扶貧委員會 搞到現在 全香港 最關注的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 長者退休 老無所依 老無所從 政府說因為實施措施 定立貧窮線後 減少了多少萬 其實減少了4萬 但問題 減少了4萬個所謂窮人之外 現在的窮人裏面 長者的佔比重重了 即使說 長者貧窮的情況 是嚴重了 即使 政府說他在很多地方都優待長者 例如年輕人去公屋一定沒有了 長者可能有 或者乘坐兩元車 還有這麼多所謂 介入的措施 才減少了4萬人 而 救不到長者 我問你 林鄭月娥 政府貧窮問題裏面的 老大難問題 越來越多的長者 一退休之後 或者未退休 已經含入赤貧 那怎麼辦 那你有沒有持主意 你為什麼要受到 有錢人的脅迫 是不是 膽子去了哪裡 人家在那裏 說我 但是破產的 不夠錢用 人家周永生已經給了方案 周永生說了 我計算出來 我做了 其實是不用的 可能有錢剩 根據全民體保障 聯繫會議 就有錢剩 周教授 沒事的 問題 梁鄭月娥為什麼不是拿著這兩個 方案去駁其他人 你官到無求 膽子大 你現在開牌 你耳朵底人 但我三仔剛剛日到你正 那就搞定 是不是 你為什麼沒有膽量 膽量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兩個方案提出來 人家說用精算師計過 做過 那你有沒有膽量去做一個實質求證 你就說 大家眾說紛紛 他那些數字可能有問題 你有沒有真正做 如果你真是要 令到 長者 老有所養 老有所為 老有所依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膽量 去做一些真正的研究 和有一個方向性的研究 令到 你的施政理念做出來 這個就叫膽量 這個叫膽色 有膽方能有色 色字不是 不是色彩的色 是見色的色 有膽方能有色 你連 這個膽都沒有 就是說 你連去 制製 去經國制製 經濟就是經國制製 你連這個在 現在香港 全球裏面 內部裏面自己就搞些債 外無債 是吧 有成萬幾億的這個 盈餘 是 就是拿出來的儲備 都不做 是吧 那你為何沒有膽識 你為何沒有膽識去駁真正華 真正華說要留舊錢 留二千多億 將土地基金變成未來基金 現在又改了一點點 為何你不是 有膽識為老人家 膽識去了哪裏 是吧 你說 官到無求 膽自大 是沒有意思的 是吧 官到無恥 好自大 是吧 沒有辦法 你 你說來 你法文真也沒有用 雖然他其實都好像他以前的上司 執政權那樣 他EQ EQ 最低難 但是我覺得 好學不學 學這件事 就是什麼 你老實說 你現在 梁振英 兩條數都未還 一條數就標示 你標示 老實說 什麼叫做一人 之下萬人之上 就是什麼都要理 是不是 你標示 這個 這個標準公事 立法 也是張建宗做的 就是說 那個叫做盧福局 張建宗這個人 就是 曾蔭健的外長 大家也知道 他只有兩個人出來幫他說話而已 是啊 一個就是林鄭我給他祈禱 一個就是 張建宗叫大家 什麼 不要過分選擇 喂 那你 官到無求膽自大 為什麼你不去問一下張建宗呢 為什麼你不大膽一點呢 如果你不大膽一點 我膽大過你 你這個鑊很大呢 你可能要走呢 你有沒有督促過去呢 標準公事 標準公事 是梁振英 爭取這個 競選 糧粉 裏面某些人的綱領 工聯會 工聯會 或者社福界 社福界 或者勞聯 好了 標準公事立法 搞了現在已經三年多了 現在就不如我們先搞合約公事 合約公事有什麼意思呢 後有公事就是說 現在是拍一張照 是將那一張不合理的 將那些不合理的景象拍下來作為根據 以後就跟這張照 其實跟這個 整筆國服務一樣 即時拍一張照 以後就跟著他這樣做 那你現在 因為沒有立法規管的時候 所以很多的公事安排不合理的 過場工作有資 無端端叫你下場又沒有 沒有補稅 沒有補稅 加班沒有補稅 全部都有資 那你那個問題就是 不做事的 用合約公事 即是說將現在不合理的東西 合理化了 然後繼續去 繼續不合理 不合理 有沒有搞錯 什麼病 其實 現在 勞資官三方 這個標準公事委員會 跟所有的 政府委任有關 勞資關係的委員會 就是 勞資關係 那個會也是一樣 就是勞資方三樣 很簡單 如果政府是有心的 你官到無求膽自大 那就大膽一點 你跟整個政府說 我們認為應該 有標準公事 標準公事很簡單 就跟蘇加坡 這樣就可以了 蘇加坡跟我們很相似的 是不是 我們上次說 那個男女平權 說一說都已經是 一百年前 這個三八制度 還是百多年前 為什麼做不到呢 那你 為什麼不是 官到無求膽自大呢 是不是 你為什麼做不到呢 還有一樣 他眾說紛紛 政府就說 哎呀 我們不可以編施任何一方 太浪費時間 是不是 好了 還有問題 你說 沒有彈性 因為你說 其實他有他講的就是 如果立了法之後沒有彈性 有些行業倒閉 有些行業服務會受到影響 其實也是他自己搞出來的 因為 大家要記住 1997年 回歸 就是所謂回歸之後 臨時立法會第一樣要做的事就是 動法和廢法 就是凍結了 之後再廢除了集體談判權的法例 如果你是有一個 集體談判權的時候 你在一個 立法的基礎上面 規定了之後 你就用集體談判權來談 是不是 你問過勞方 勞方問過資方 你資方 不行 我們每個星期做44個小時 不可以的 可能要46個 那就談判 集體談判 集體談判 其中三個層次 基本上有四個層次 一個就是 這個 全港性 立法 然後是 學業性 然後是企業 然後是地區 香港 因為地區的差距 不是很大 是不是 可能地區 不用怎麼說 很簡單 如果你有三級的 談判權的機制在這裏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你現在 特區政府說的 所謂沒有彈性 那你又不被人談 你自己親自取消了 談判的機制 沒有彈性 那怎麼辦 其實你 官到無求膽自大 你就是要去做這件事 就是做一個 全港性的立法 簽設立基礎之後 有一把 即所謂 有一把赤 是無規矩 不足以 劃方圓 你有了規矩才劃方圓 這個圓劃得多大 是不是 你說那個 四方形 或者政府方形 劃成怎樣 可以談判 你自己打破 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官到無求 膽自大的時候 第一 就是用這個立法 規定標準公司 44個小時 或者40個小時 我不管 然後 由於你看到 以前你做的事錯了 沒有彈性 你就恢復習底談判權 那就打談 是不是 是不是 喂 那你官到無求 膽自大 你為什麼不做呢 兩樣東西 現在梁振英 兩樣 欠否有數 都不給 工聯會就很尷尬了 工聯會是 就是那個 三方 就是那個 標準公司委員會裡面的辭訓者 他現在就有一句 很豪 他就 會道大事 膽自大 他說 退出這個會 說好聽 退出的很有差用 你退出會之後 你要退出所有 跟政府的交往 第一 不來往 因為 你 梁振英 找我做糧粉的時候 就糧冰冰 現在就熱騰騰 喂 那不跟他來往 譴責他 跟他轉著來往 寄施他 第二 你們就跟他不合作了 創科局 不好意思 創商及科技局 慢慢談 我們談了 調整共事先 起碼 因為 創科局 沒有了 遲些不會死的 你現在都有了所有的工具 有科技督道委員會 又有科技署 其實 駕床跌屋 你 工人會不會這樣說 如果你是敢對我們工人的 不好意思 我不是 只是退出這個委員會 我是退出跟你的 不合作運動 其實是一個 不用找我 你不用找我 你自己搞定去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梁振英才會痛的 那你不就叫做 會 會到大事 膽自壯 是不是 梁振英 我告訴你 你夠膽在這個標準工事這樣做 早上 你 如果在這個 全民退休保障 都賴漲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一定的賴尿 嗯 很簡單 這個就是 人道無求 品質高 或者你連有的時候 我不支持你 哇 這樣就正了 現在說過了 差不多時間了 還有五分鐘 還不多 我再說了 還有一樣 今天就是烈蟲狗 是嗎 是呀 蟲狗拜山 有些甚麼要說 八三 林鄭很幽默 留回拜山才說 因為 今天之後 明天他就來 立法會 答問大會 答問大會 好啊 好啊 留回拜山才說 現在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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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更加明白 所謂佔中阻礙 香港發展率是傻的 很簡單 你現在佔中結束了 差不多一年了 那些旅遊數字跌 現在沒有佔中 現在沒有佔中 難道 去年我們佔中 令到大陸的經濟都向下玩 現在保護保護都不行 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 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覺得 泛民主派在 區議會競選的問題上 我覺得到現在來說 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平台 他意思就是說 他要將這個 區議會競選的運動 是講成為 將 梁振英希望 在區議會勝利 來保住自己的命 是一個 最重要的 的一個政治 議題 所以任何 能夠令到 梁振英 梁粉 沒有運行的事情 都要做 這個意思就是什麼呢 今次的投票 不是以 不是以個別政黨的黨派利益為主 而是 要合起上來 你忠有我忠有你 就不要說 長毛 我不喜歡他 我不需要支持他 有很多泛民的 林永錦都是一個 區議會有一個 惰性投票的集團 就說 長毛 他都 我都不喜歡他 這麼投 所以就出現了 立法會的選區 我們贏 一轉到區議會就輸 所以我覺得這個 法文之派應該出來說 否則不是一個政治的 不是一個政治的抗爭 如果你有這樣的說法的時候 你自然在立法會上有相應的就是 不同梁振英合作 其實你也希望怎樣跟 看這個節目的選民說 區議會選區投票 區議會選民很簡單 你就是 一樣的 除非 那區有兩個泛民主派的人 如果單打獨鬥 全部人出來 就是為了令到 糧粉或者建制派沒有運行 全部投了 糧粉或者建制派對面 你不要理它 熱血公民 本土派 民主黨 民協 總不知 是 建制派對加 就是大家應該支持的對象 但是現在你知道 其他事情還在立法會解決 你知道很難的 現在很多是獨立人士 很多獨立人士都 很簡單 你就問他知不知自己的運動 很簡單 你知不知自己的運動 藍瓶瓶瓶瓶 是很簡單的 他要答的 你以為漆警點 我都要答 漆警底拉 可能值得票 七警這件事都很複雜 我們如果告這七個人 可能將來警察維持不了法治 你投給他們不一樣 實際上 對方都必然不會現形 我預測一兩個星期之後 共產黨就會發起那個風勢 就是預測運動阻止香港 要投票趕走法文 他自己建形 就像殺他社一樣 很簡單 我不邊匹議 我是民主派 我又不支持泛民 又不支持建制派 我又不是藍絲 又不是黃絲 他火星派 那就死屍 他火星派是死屍 就這樣 下次再見 再見 死屍 這裡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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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